有影響他 同样你这个人如果心态太弱了 或是太累 你好好的去医院回来 他就会带回来 一下觉得头痛 我有一次去医院回来以后 整个鼻子都是药味 我就知道 这个不是我 因为我没有碰到药 后来我就因为普通 然后师父你身上跟着一个 吃药吃一辈子而死的老人 全身都是药味 所以我变得在我的鼻子里面 我说我也这样觉得 所以那我就跟他写牌 为生病受苦的老人 你跟我有缘 所以我对你很好 怎么样怎么样跟他讲 讲了以后把他做功德 我告诉你去一个地方 都不会生病 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各位你跟冤情在主讲话 要像跟人讲话 比如说你身上有个感情在主 我帮你送地藏经 你出去外面玩女人 老婆你坐好 我帮你念欺骗地藏经 要念给我死 你要以人性话跟他说 这位感情在主 对不起你 我一定会好好爱你 我们两个一起成佛 成佛最好的方法是极乐世界 我现在帮你供花 好美的花 我帮你供衣服 就是这样 所以我每次碰到女性原型在主 我就帮她供 女性袈裟 帮你供养炼珠 最漂亮的花 她心情好不好 她快乐 她快乐就是超度 就很简单 所以你要还债 一定要让她 接受你的功德 如果你要还债 你修多大的功德 她都不接受 就像多胎胎了 妈妈你又不爱我 你只爱你现在的儿子 你又从来不爱我 你念一百遍地藏经 她也接受不了 因为她心里怨 所以各位讲到这个 我还是要强调 你要超度多胎胎 你一定要表现出 妈妈对她的愧疚 跟最大的爱 哎呀 我本来可以生下你了 爱护你一辈子的 她说呢 我现在妈妈要好好的爱 所以我一直强调 各位要记名字 要记她的名字 替她布施牛奶 供养花 这个不是钱的问题 让她了解妈妈的爱 然后呢 她爱你了 接受你了 你跟她讲什么 她都相信 我只要念诗遍阿弥陀佛 就可以去一个 很漂亮的世界 对不对 很庄严的世界 她就超度了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冤亲在主 你必须用柔软语 用善语 对她好 如果是沙叶在主 让你心脏病啊 开刀啊 一个人会心脏病是 首先一定要有个杀业在主 再加上你脾气暴躁 这两个放在一起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老人跌倒 老人跌倒 大部分都冤亲在主 他在创造最好的机会 啪一下就让你脑破掉 然后呢 急救 可不可以救了来 如果这个杀业在主 找到了 超度了 救了来 超度不了 他一定要你死 但他只要简单地推你一下 你防不胜防的事 那这个杀业在主 你要让他如何超度 你要跪下来 我好好跟你忏悔 我过去无名杀了你 我现在跟你磕头啊 忏悔啊 我用你的名字去放生 去救所有老人 去布施拐杖 你要用他的名字做 不要用自己的名字做 用自己的名字 自作是我的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冤亲在主 叫大怨 大怨啊 我用你的名字去供花 供水果 放生 照佛像 供养身众 他好高兴 然后回向呢 我回向大怨的冤亲在主 累劫父母 要这样 我回向你妈妈 你用你的名字做功德 回向你爸爸 回向你妈妈 回向你的过去的累 你对他太好了 然后他就会接受你的阿弥陀经 就去基督事件 他会接受你的地藏经 他至少超度了 所以这种佛法 大乘佛教是人对众生的方法 对人要怎么样 对天神要怎么样 对动物要怎么样 对观音菩萨要怎么样 但是呢 对佛菩萨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我们对佛菩萨 一定是和言爱语 尊重 接受 感恩 所以 各位这样想想就好了 你对待你的冤亲在主 像观音菩萨 请问他会不会超度 想都知道 如果你把他认为说 你在伤害我 你在阻碍我 他那个心里的鬼神 你有他心通 你的冤亲在主 你心里在想一滴 一根针他都知道 你改了多少名字 换了多少弟子 他都跟着你 你下辈子换成投胎罩 纽西兰投胎罩 他还在跟着你 这个叫冤亲在主 够厉害的 所以各位修行 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 你就不会骗人 不会人前人后 人前人后都一样 这样 因为冤亲在主 护法神都在身边 没什么好骗的 睡觉 各位护法 谢谢了 睡觉 你要活在这种世界 对佛 对护法神 对众生 像我天天都是 住饭店 住酒店了 这次去法国还是哪里 进房间忘了做私食 突然一阵冷 要进浴室 然后就一直流鼻涕 一直打喷嚏 我跑出来 忘了做一点点水米 就这么严重 各位这个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不理他 那就会变成重感冒 就会很麻烦 当然 那这一位 一定跟我有缘 不然我不会 可以再住到他的房间来 这么多房间 这么多饭店 一定有缘 所以叫因缘会议 不可思议 这不是你人可以想的 那我换别的房间就不会 问题是你就换不了 所以那各位了解如此了 不管你到任何地方 你都要用善的方面 感谢这个床 感谢这个水 感谢这个房间 感谢这片土地 这叫感恩的心 了解吗 那如果你这样去对待世界 对待众生 那世界一定对待你好 所以你生命就有无量无边的贵人帮助 我们出家人一样 如果我们出家人没有贵人在帮助 你怎么弘扬佛法 别人看到你就讨厌 别人也不扶持你 你怎么推动佛教 一点办法都没 出家人是个乞丐一样 他没有在赚钱 所以 但是他都是要结善缘 处处跟人家结善缘 所以各位 我讲的这个都很简单 与其期待别人对你好 你还不如主动开始对别人好 中国人讲要放长线钓大鱼 我这个意思是说 从蚂蚁就可以开始不死了 用水对无形众生 对一只小蜘蛛 都要对它不死 所以我最大的快乐是 晚上睡觉前 我都会杀很多在酒店外面 结果隔天上午一醒来 都不见了 太好了 特别在法国 鸽子 在德国鸽子也很多 他们都躲在饭店的旁边 我就把窗户打开 放一大堆 隔天通通不见了 太好了 那种法喜没办法形容 所以想办法 而且每一个服务员 我都要给他小费 每一次去哪一个餐厅 都要拿东西跟他们结缘 虽然我们在这边吃树 他们在这边吃肉 但是我一直要回向给他们 超度他们的肉 也回向这些老人平安 小孩平安 全家快乐平安 你要用心回向给他 坐飞机 走到哪里 所以回向每个国家 回向葡萄牙 回向西班牙 回向法国 回向德国 不管谁做总理 不管谁做什么 都一直回向给他 帮我们开车的 然后呢 帮我们引导路的 导游当地就 所以各位养成习惯 随时带着节缘品 这次我们西班牙葡萄牙 每一个地培 每一个导人怕一天我都一天给20块欧元 哇 这个出家人不错 就给他种一个 他就觉得这个出家人不错 这个就不得了了 他就不会堕落而导了 因为出家人要让别人见急解脱 这样 所以那你要一直对他们节缘 那如是因如是果 就是很简单 所以这个都很浅 但是我写得很浅 希望各位多念 然后多去实证 佛法是用 然后也都告诉别人 所以各位每天都要睡觉 睡觉观想自己 死啦 就这个意思 全然放下 早上睡醒又开始从极乐世界来 要去帮助别人 睡觉就是放下世间的一切 去极乐世界 乃至进入空性 醒来的时候 就要开始承担众生苦 去慈悲 变成这个习惯 千万不要说 那个人骂我一句话 他为什么要骂我 这样 然后一直想这个事情 一直想这个事情 一直想这个事情 让自己呕死 很多人自杀都为了几句话 就是自杀 代表一个人内心里面 很纠结 很执着 不能放下 各位这个你要练习 你要练习 什么东西都要告诉自己 没什么放下 这样 但是我要承担众生苦 别人的事情 我一定要弄得很仔细 帮助他 但是对自己的感受 我要完全放下 你要不断地这样练习 所以准备死亡 准备得癌症 准备意外 也准备发财 也不用笑 也准备全部都亏钱 那这些东西 时时刻刻会发生 这个世间 没有一块土地 是永远快乐的 记住这句话 你要跑到哪里去 心态最重要 所以你在这边做不好 你不可能在下个位置会做好 有些人说 这边不行 我去算命 是不是离开葡萄牙 离开荷兰会发财 没有福报 你走到哪里都没有财 哪里跌倒 哪里站起来 意思是说 你在这边面对的问题 这边超越 才有第二个好 这样 所以 那所谓放下不是放弃 就是接受 接受它的发生 接受它的好 接受它的坏 不要耿耿于怀 那你才可以保持平静 所以有些人睡不着 是一直想那个事情 一直放不下那个事情 所以如果你如此的话 最好睡觉之前 念念心经 两层习惯 念念心经 然后去思维心经的意思 万法都空 都虚幻了 所以 也没什么好 起心动念 是诸法空向 然后你要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所以我们今天 做一天的善事 这个能量 可以回向 你走到哪里 这个能量你都带着 并不是今天回向 完就没有了 所以各位 修行一定要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 累积自己正面的力量 给对方 你就会散发叫魅力 威德力 所以佛陀成佛 也叫利波罗密 它有一种力量 各种的力量 佛陀有十种力量 所以 那 你要每天开始 有形无形的布施 对人也布施 所以 我想 我们去西班牙 Hole Hole 我就把Hole 跟Omihduvah 放在一起 Hole就是Omihduvah Hello就是Omihduvah 就是Omihduvah 但是 你喜欢听什么声音 我就用什么声音 但事实上 我是用心态念这个声音 这个叫奏 这样叫什么 而不见到 你要马上念说 Omihduvah 对方还能问你 这什么意思 对方是什么语言 你就用什么语言 但是 这个里面的动机 是一种爱 希望你离苦 希望你开智慧 这样 那每天 所以有些人说 师父我每天要念十万 必要念多久 不会 你没事跟你妈说 妈你好 看到别人 希望你发财 看到小姐 你越来越漂亮 多赞叹别人 赞叹十万次 不一样的赞叹 这个才叫念佛 不要去讲别人的缺点 这样 那你这些正面的能量 记住哦 这个就是修行 不是说今天法会是修行 那这些功德 能不能回向你冤情债主 所以你的冤情债主 都比你有钱 我觉得你不欠他债 因为你每天都一直回向给他 一直回向给他 而且每天都有 每天的冤情债主 像我这种的人 我每天都写一张冤情债主 因为我走到不一样的地方 就碰到不一样的冤情债主 但是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你要去结缘 过去欠他债 在久的飞机 我要坐到那边去还他债 你没有欠他债 你不会碰不到他 今天我去柜台 办柜台被他骂了三句话 终于还债了 你不能说我找别的就不会骂我 他还债了 就像我们这次去葡萄牙 有一个司机 他人是很负责任 但是很凶 那有一次因为我赶时间 我在测试上刮胡子 他就点我一下 很凶 因为我出家那么久 很少人对我这么凶 我赶快放下 Sorry 但是别人说师傅 对 没有 赶快拿20块 等一下包红包 对他好一点 可以给他结缘品 他看我都不看一眼这样 从他离开最后一天 我还从别车到他车 再给50块 他也不看我一眼 所以那时我是来还债的 但是我知道他就是很关心这一团 他连我都很关心 但是他不表达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吧 但他关心在心里面 这样 所以我连拿礼物给他 我都透过别人拿给他 免得他不拿 这样 那时候朋友说 师傅他很高兴 我说对啊 我跟他有一段很深的缘 只是他那个情绪来 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看到我 又爱又恨 见面有一点尴尬 就是这样 因为每一段因缘不一样 但是各位在这一点 我还是敬我最大的 但是我不能跟他计较 知道吗 所以你先生对你不好 一定你过去对他很不好 就没有 就是这道理 不但对你不好 还捣了你一百万 是因为你过去 背弃他 离家出走 还拿走他的钱 这样而已 他现在回来跟你结婚 要把你这个钱全部拿走 这样 所以你要这样去相信 相信佛法 一定要相信因果 不能抱怨 所以最好的方法 散发慈心 走到那里 给人欢喜 给人快乐 这个慈 给人正面的东西 你内心非常丰富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我很希望 我坐在这边表演 各位看 各位你看我的心 你丰不丰富 师父不行了 你很悲观 你好像没气了 快不行了 你好像讲话 尤其我们也都不笑了 那我完蛋了 所以我早也在帮 王也在帮 吃个饭 还要帮 写牌位 对不对 我随时都在忙 因为我觉得 反正活着 我以前的个性很酷 因为我是 我是纹固子弟 我不太跟人家讲话 我不用跟人家接触 因为我福报很大 帮我写个电话都有 秘书在帮我写 但是我出家以后 我觉得 我师父骂我 你损福报 不要骄傲 你损福报 那后来我就算了 做习丐 我要开始磨练自己 做习丐 什么事情 亲力亲为 自己忙 自己做 我现在别人帮我 是我在训练他 不是我在 是我在帮他比较多 他很少帮我的 所以 但是我认为 这个就是 我应该要磨练自己的 所以享受惯了 那我们现在 要开始学习 为别人想 你骂我不高兴我 我还是要替你想 这样就好了 替别人操心 那各位叫 训练 所以有一位尊者说 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力量 对自己而言 就是善的力量 所以各位 一日行三善 乃至有名言寿禅师 在中国祖师 弥陀的化身 一天行一百零八善 我为众生要念 二十一遍往生咒 我为众生念七遍大悲咒 我为众生做焉供 我为众生念什么华严经 我为众生念 他自己定好一百零八课 这些都是为了 为了回向给整个世界的 整个生命的 但是讲到回向众生 你不能用嘴巴讲 回向众生 然后看到人都哭哭的 所以你要 就算我们的个性 像我个性是比较内向 我都不好 我连看人都不太好意思看 别人看我一眼 我就不知道躲哪里 但是我的心里面 我告诉我 我的心里面很热情 回向给他 这样就好了 所以 但是我有我的不好的个性 但至少我的心开始训练 这样 然后一定要为对方而做 比如说各位 你坐一趟车 你要发愿 我要为这一趟车的人 念七遍 不入心经 为他做一次焉供 现在为他做一次干露私食 这样 为他念一百零八遍 像个整车的人 包括他的往生的父母祖先 希望车子到哪里 这个光就带到哪里 就是这样 每天都在行善 特别说 到人多的地方 人多的地方 念一下来 恩阿弘 随喜诸佛菩萨功德 自己所做功德 回向众生 恩阿弘 这个叫深口意 愿圆满了诸佛菩萨的深口意的功德 跟自己深口意所做的 供养给对方 愿对方深口意 都消灭了 都充满功德 人越多的地方 你就不断地去观修 去回向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说 我比较强调什么 各位在生活上去修行 千万不能说 我要去上课了 我要放弃我的生活 我一方面要读书 二方面要修家行 你把自己弄乱掉了 学佛只有一个压力 而没有一个自在快乐 好像我欠人家在 我要修多少 我要修多少 那这个法就入不了你的心 学佛不能有一点点压力 只有尽力 不能有一点点压力 只有一种承担众生的责任 而且是当下的 不能等着说 等我以后再来承担众生 那是错了 虽然我们体力能力有限 但我们心力无限 我的内心现在就在承担了 就在为对方努力了 念阿弥陀佛跟修无上一切 是平等的 没有差的 你千万不要把说 这个仪轨比较高 那个仪轨比较低 不能有那个看不起的想法 我喜欢论不喜欢经典 经典要看 论也要看 咒也可以修 佛号也可以念 动机就好了 就算你去缅甸 斯利兰卡 他们修解脱道 但是我是用大菩提心 来打坐 那个就是菩萨道 来思维众生的苦 来解决众生的无名贪爱 这样而已 因为你用的动机不一样 结果不一样 外表是一样的 所以有一句话说 佛跟凡夫做的事情都一样 但是因为心态不一样 所以善良为基本 善良就是不会害人 还会替别人想 慈悲还主动给人快乐 就近帮他离苦 以这个善良慈悲的动机 引导我们的身体 语言 行为 去照做 那这就是修行 如是因如是果 就会带来幸福安乐 但是自己一懒惰 一抱怨 一看不起对方 赶快奉命托佛 赶快净化自己 你千万不要说 流浪人这么惨 惨了 你回去以后 你家的婴儿三天 弄大小便一大堆 因为你 你赶着来的 不要看不起穷人 不要看不起病人 不要看不起理念 跟你不一样的人 因为你看不起对方 就是在看不起自己 你也会被看不起 你很尊敬对方 你就会被尊敬 就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各位 你要故意去磨练你自己 所以善良慈悲 你修什么宗教都没关系 别人说 你这个人很善良 对了 这个人很慈悲 对了 但是千万不要用金钱 用各种的 跟人家不一样的能力 想要赢过别人 覆盖住自己的缺点 那个就更显现你的缺点 我想各位 就像一个女孩子 如果她太在乎外表 有时候很多修行 她就脱离了她的主题 但是如果你开始说 我现在很注重善良慈悲 然后那时候别人就说 你越来越庄严 我又没化妆 不一样就不一样 因为你要了解 原来佛法是如此 一种外表的造作 我特别穿什么衣服 我特别怎么样 或是男人 我特别穿这套衣服 然后很虚伪地去穿了某一件 或是一个头发的样子 我们觉得 这个人很虚 很不实在 但是他们就活在这种虚伪的状态 他也很痛苦 我们学佛的就是 坦然地面对自己 最美的是心态 不是外表 不是身材 三宝要你胖你就胖一点 三宝要你瘦你就瘦一点 因为有用途的 有用途的 所以有一个菩萨我去他家拜 他说师父我拜弥勒菩萨 我去拜 你家弥勒菩萨怎么说说的 我喜欢那一种的 你不喜欢中国那一种 对不对 那太胖 我跟他一样胖 那这个叫左相 为什么左相 因为有性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从那边去检讨 所以各位最好把自己认为说 我已经是80岁的90岁了 我这辈子最尊敬一个 等一下来 私食老人 我就观想我是他 那个私食老人 他就一个人在森林里面 喂鱼啊 喂鹤啊 喂一些小鸟啊 做甘露啊 他每天就才这样做而已 老到整个脸都看不见了 只有胡须嘛 但是多美啊 多庄严啊 那各位一定要 要让自己 自己这样去做 因为我们要带给别人是一种 超越金钱外表地位的快乐 如果说你显身很漂亮 很高很有钱 很出名 这才叫成功 那你带别人带不好的路 那别人说 所以各位你到国外来 不要学到国外的缺点 你最好穿个旗袍 在路上走来走去 包手又包脚 出家人就做这个模范 包手又包脚 所以当然他们的优点 我们要学 但是我们华人的特点 要让他们看到 这叫互相帮忙 互相学习 所以 而且你要 还有一点我要建议 特别年轻 来到这边要融入于 这个社会的佛法 不是把你家乡的佛法 带到这边来用 不是把民族性的佛法 用到外国人身上 大错特错 他们有他们的方法 简单 容易 微笑 唱唱跳跳 无所谓啊 哪天你要往这儿 阿弥陀佛 外面像拉丁舞一样 送他去极乐世界 干嘛哭 因为本来他就要去极乐世界 所以我是这样 我带人家往这儿进去 这个没问题 OK 死得OK 现在要去了这样 一般人说 他怎么会这样死 他怎么会这样死 这样 你是要让他下地狱吗 你一直重复他死亡的痛苦 不需要放下 现在要去极乐世界 OK了 OK了 羡慕你 阿弥陀佛不可思议 佛号不可思议 所以你要这样子 因为这个才是慈悲 让对方没有压力 所以各位 我想再大的痛苦 那个都无所谓 那是修业 对不对 这个业也是空性的 心好比较重要 断手断脚 但是还有一颗慈悲心 那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做到重点 天天都有障碍 天天都有逆境 最快成佛 佛多说难行道 这个难行道不是研究得很深 而是在生活的障碍里面去修行 一行道 一成佛 那我天天念阿弥陀佛 观想回向极客世界 但是在难行 故意在障碍里面这样修 所以 因为现在不能把它弄得太复杂 尤其各位在西方社会 各位你要说 你到欧美来 特别到俄兰 你对这个国家有责任 你过去做过欧美的人 做过当地的人 所以你必须回到这边来 来干嘛 不是来跟他们学赚钱盖房子 是要把我们的中华文化 特别把佛教的精髓 布施给他们 这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那你要用他们的方法 所以要突破自己 所以所谓修行是点滴的功夫 吃饭走路写字 你都要一笔一画 就像我以前在写牌位 所以我师父说 写慢一点 写公正一点 对死的人你都写那么难看 你让他快乐一点 一笔一画 把他的名字写得很庄严 每一笔一画 都为他在阿弥陀佛 写完就超度 那你要一笔一画 所以帮他取名字的时候 就在说法 我每次写牌位 我都会取法 这个人陈阿彪往生 我就想你的名字叫善广 我愿你的善良广大铺 这样我已经在为他说法了 写完以后 愿得自在深净土 我还特别让你写一下 那我就完成我的作业了 所以有时候就写集解脱 因为你要用一个好的动机 那这个人是外国人 我连看报纸我都会写 这个人死掉了 这个人跳楼了 那天有一位美国的妈妈 载了四个小孩 故意开车去撞大卡车 结果四个人当场死掉 一个小孩子送医院才死掉 问题是吓坏那个司机 那个大卡车司机就开得好好的 他就冲到他 所以大卡车司机 外国人赶快跳下来 赶快送 这个还在呼吸呢 赶快送他去医院 结果也死在医院 他很伤心 他非常非常的伤心 那我就了解 这一定有因果 但是我首先要跟那个太太 跟他安慰 然后呢 跟小朋友安慰 我要跟他讲话 因为我也做过人家先生 那太太要听什么 我要跟他讲 所以为了这个 对往生者我们要超度 对活的人我们要不断的回向 因为如果这个业没有过去 下辈子又继续重复 现在你撞我 下辈子的话我撞你 这一次你带我去死 下辈子我带你去死 这样 特别自杀要七次自杀 他就必须重复这个 所以不能随起别人自杀 你要一定要负一点责任 赶快回向给他 你不能说看到一个自杀 他们自杀那就算了 不行我回向给你 哪么不动如来 愿观音菩萨 愿阿弥陀佛引导亡魂 自杀者得身净土 我马上会帮他取个法号 外国人我也会给他取个法号 所以愿他故意三宝 所以你的内心里面 当然我讲这个 一般人不喜欢去面对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不好的灾难 痛苦 而且你去观想那个境界 有一点痛苦 但是你要把它化为一个转化 他的不清净变成清净 他的身体残缺变成恢复 然后他身体发光 因为我们把功德给他 融入给他 然后阿弥陀佛来加持他 带他 事实上 无论如何 这个境界是在帮助你的心修行的 因为你在做的是佛的事情 圆满佛的愿力 所以各位报纸现在可以看到 太多太多太多 抗争也好 游行也好 暴动也好 甚至什么比赛也好 你都给他变成一种修行的助援 比如说你看到广场 哇 几荒人在那边结集 你会想哇 他们合起来在念阿弥陀佛 哇 拿个棋子都在转经凡 你要一直把他们的行为 变成一种善业 但是不要去批评他们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姻缘 这不是你能够决定的 所以国家国家之间 民主跟民族之间 有他的特殊姻缘 然后我们要接受这个姻缘 讲得很习惯 活着就是帮助别人 随喜别人 乃至讲一句话都好 恩惠别人 那你自然就会赚钱 像各位做生意就是要赚钱 那你要怎么做 那在门口撒撒米给鸟吃 一杯水作为水的布施 像各位我刚刚教各位 所有八得供养十方佛 对不对 消除二业六到七业 鱼也要喝 无形众生 替他遇佛供佛 都能做 而且要替谁做 还要替你的客户做 你公司有十个人 那我念十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是说 一直跟所有众生都结缘 希望他更好 那你就已经重享了福报的音 但是修福报还不执着福报 这个福报回向法界众生 这个福报回向成佛 那这个就变成波罗蜜了 变成成佛的功德 但是各位千万不要浪费时间 千万不要说 我喜欢荷兰安安静静的 一个月做两件事就好 你最好一个月 一天做五件事 做八件事 像我们去葡萄牙西班牙 我说师父这边不一样 我们中国人 一天做三件 他们是三天做一件 不要太赶 我说这样也不错 这样生活一定很快乐 那么多钱干嘛 因为葡萄牙 听说比较没钱 但是我发现他们生活得很快乐 很自在 急什么 该急的是什么 不该急的是什么 当然 但是修福报 那我们就要一天做十件 做八件 不断地去帮助 所以我在这边希望各位 多喂牙子 多喂水里面的鱼 多喂空中的海鸥 多喂草里面的蚂蚁 多喂他们念佛词咒 给所有荷兰欧洲的人事物 而且每个人身上 都有冤情在主 所以每次你走到哪里 默默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希望他们身上冤情在主 离苦得乐 我有时候会跑到书店 所有的书都给他 开光 都变成佛经 所有的食物都给他念 化为甘露 所以他卖肉 先给他超度 超度以后 再给他化为甘露 希望他们吃着这个肉 不但没有造业 还能够得到佛法的功德 所以你不用 你只要到素食店里面 十分钟 到超市里面 他们要吃着 你全部给他加吃一遍 因为佛法不可思议 佛号不可思议 咒语不可思议 融入在这里面 然后这么多人在买 这么多人进进出出 所以希望大家修福报 你才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 所以那你就要开始用心 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把心交给佛陀 不再为自己 第十二 佛教教因果 你要得到好的结果 当下的因最重要 所以要得到那个果 现在用善良 用慈悲 广修功德 回向给众生 这个因最重要 所以体悟到 现在西方国家 vigant很多 并不是站在佛教的理由 而是对动物的一种支持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慈悲善良 只是佛教呢 更平等 对所有生命 对杀生的人 我们都一样对他慈悲 对有形的 对无形的都慈悲 所以 素食 可以让自己修慈悲心 因为一个人没有了慈悲心 那就不叫人类了 人类的特色是哪有悲心 所以 当然佛教大慈大悲 为什么叫大慈大悲 绝对的平等 就是安住空性 空就是无有分别 你杀我 我还是对你慈悲 你爱我 我也对你慈悲 对人也慈悲 对蚂蚁也慈悲 对花也慈悲 对土地也慈悲 这个叫空 无有分别的 全然接受的 去爱对方 所以希望各位多吃素 而且现在我发觉 越来越方便 越来越好吃 太个人主义 是不好的 所以各位你要开始 你现在会讲荷兰话 你隔壁住荷兰人 那你要开始跟他送东西 打招呼 开始了 因为他会住在你隔壁 一定有很深的园 开始去关心 关心 我想我师父常叫我往外跑 他说我们不是去什么讲经说法 关心别人 他在监狱 他在医院 他在老人 我们虽然方法不是很多 但是用自己各种的方法 去帮助别人 就算他的语言我们都不会 但是心里面哼啊哼 为他默默的念佛 祈愿他的心改变 哪一天也懂得慈悲 懂得智慧等等 但是让我们的心很忙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 让慈悲心停下来 欲望心可以停下来 烦恼心可以停下来 有一种人他很善良 但是他很懒得用心 他不想东不想西 然后就 这样一颗石头一样 坐在那边 扫事扫夜 这个叫阿罗汉的修行 这是不符合菩萨道的 自己安静就好 自己平静就好 那不行的 就算你坐在海边 你是对着大海在诵经 然后呢 海里面的动物愿他们超度 海边游泳的人愿他们碰到水解脱 然后呢 海不离开陆地 陆地不离开虚空 原来虚空海陆地是合为一体的 你要做观想 而不是在那边吹风 这叫不浪费时间 所以你要跟万事万物 所有友情融为一体 关心他 这个叫缘起 缘起信控 你能够有这个缘起 才有真正的空性 磨合菩萨事 你跟万事万物都合为一体 这才叫大智慧 而不是说 我只关心我的 我的贪嗔痴有没有 我只关心我的学业成绩 我只关心我的能力 那这样你又离开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 是你关心所有众生 所以你会开发大智慧 因为关心他就是希望离苦得乐 所以这叫 布勒布勒密多 这叫布勒密多 就是这种 关心你且愿众生都离苦得乐 那当然你这个叫佛心 那你所做的事叫佛事 这样才会成佛 但是不能只管自己 所以我想别人对不起我们 这是我们过去对不起他 所以绝对接受原谅 你才可以超越一切 修行是不分在家出家 任何时间都在修行的 要保持这个 希望呼吸呼吸 没有呼吸会死掉了 所以佛法 那你必须像呼吸一样 用在你当下的身心 去净化自己 修行人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什么烦恼都没有 不觉得有什么烦恼 再来 却很积极热忱维系地关心一切 这样而已 没有别的 各位养成这个个性 智慧与慈悲 一点都不执着 充满了悲心 这个叫修行 所以你的日常生活都可以 上班下班都可以 所以 那当然佛教定了很多戒律 归一 虎戒 八观哉戒 十善戒 这就是要提醒你修行的 菩提心戒 就是菩萨戒 让你从身口到心 心里面都还保持利益众生 所以要 要让自己觉得 万法都是佛法 走到哪里都是道场 那你修行多快乐 你千万不要说 这个才是修行 这个不是修行 那你就很故障 生老病死 睡觉都是修行 所以坐飞机走路都是修行 就不离开佛法的运作 因为特别是面对众生的时候 所有众生都是我的老师 所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供养众生 千万不要觉得我对你错 我高你低 所以修行如果没有感恩的心 惭愧的心 甚至还有一个自以为是傲慢的心 你已经不是修行者 所以讲真正的修行者虚怀若骨 接受一切 承担一切 关心一切 但是行善永无疲累 这要帮助众生的 你叫我讲的再浅再深 再重复 再怎么样 没问题 写牌位OK 写法号OK 做什么事都可以 但是各位一定要主动 主动 这事情没有高没有低 舍弃低就没有高 所以我想 所谓高是由低堆积起来的 所以要永远觉得说 我可以服务你 特别这边有很多国外的人 你根本一辈子没办法跟他讲话 但是能够走到他面前 看他一眼 就所有功德都要供养他 看他的背影都要回向给他了 所以不分天主教 基督教 回教 犹太教 佛教 道教 所以只要是人 只要有思想 都跟我们连结在一起 就像呼吸 我吸起来的空气 由你身上呼出来的 这是无法避免的 息息相关的 所以佛教要发展到 后来不是宗教 他只是一种真理的生活模式 一种平等的爱 一种绝对的包容 这叫佛法 佛法 这个社会需要 特别这边叫欧洲共同 欧洲同盟 我觉得很方便 已经慢慢超越国家 虽然各有特色 慢慢合为一体 这个要发展的叫世界一体 众生一体 只要你在造业 只要你不痛快 都是我的责任叫愧 妈妈生病是我们的责任 儿子生病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自然的 那修行是对众生 怀抱的 自产 所以不要骄傲 各位不要去 故意表现自己的能力 外表 身份 地位 身材 外国这个社会 有些地方是不好 是他故意喜欢表现自己 比别人好的那一面 弄得不一样 唱歌 走路不一样 因为这样才会 过得快乐一点 比较流线性一点 Fission 这些要小心 这个是个人主义 佛教是无我的 要把自己 融入于 融入于对方 而不是凸显自己 所以佛教要 怀抱这个 惭愧心 然后呢 感谢对方 没有你 我怎么可以成佛 所以你愿意让我服务 让我回向 甚至 你骂我 让我修忍辱 你伤害众生 让我持戒 你贫虫 让我有机会 不失 我们对我们爸爸妈妈 是自然的 想要 孝顺感恩他 因为他 真的对我们太好 这是你眼见到的 所以佛陀要我们去思维 众生对我们的好 众生都是我们的妈妈 所以我们妈妈对我们真好 我们要报恩 要念的妈妈对我们的恩 所以要让所有的妈妈快乐 所有的妈妈离苦 把众生的离苦成为我们生命的责任 而发起菩提心 这个叫因果七药益 所以那各位要养成习惯 不要太觉情 有些人很绝情 好像讲得很有道理 但是绝情 放下不是放弃 就像我出家了 我必须离开我的太太 小孩 但我不是放弃 我天天回想给他们 感谢他们 因为如果我可以放弃 我过去的放下 绝对放弃我的太太小孩 那我就放弃众生了 就不可能的事情了 去慈悲 我对我的爸爸妈妈 是永远放在心里 因为爸爸妈妈是你修感恩 对众生感恩 你怎么对你爸爸妈妈 你就这样对待 所以我想各位有结过婚言 有生过小孩 那这个都是你一个祝愿 没有更要去培养 故意去爱那个小孩 故意去爱那只狗 你比如说我很讨厌狗 我很讨厌蛇 那你好好多放蛇 多观想那些蛇 如何超度它 希望它们平平安安 所以希望它们 都能够得到加持 你要一直培养 所以怀着惭愧心 感恩心 好好修行 好好就是老实修行 老实地这么做 爱护众生 所以我这么说 我希望各位 你的亲戚朋友 一定要认同你 你这个人很有感恩心 很有惭愧心 很有慈悲心 这个叫修行的成功 对方会被你感动 和愿意这样修 善友善报 那各位了解这个 我想我们必须让自己觉得 我们是一个善良 天天在种下善良的 感动别人 老实说了 我带团 这次西班牙葡萄牙 将近48个人 对我来讲是短期出家 我必须用行动的方法 带着这批有缘的人 然后带他们到每个地方 一起吃饭 一起坐车 一起烟工 一起观光 这样 所以时时刻刻 我都 我都手都撒到酸了 做给他们看 师父真慈悲 没有 做给你们看 但是我已经养成习惯了 我本来就是要这么做的 撒撒米 然后呢 每一棵树 我都要给它撒一下 有时候像狗一样 做记号 因为树要水 那你做老师 本来要做模范 而且要做的 让他觉得 我做十分 他做一分就不错了 对不对 然后他 就算他不做 水洗一下也好了 原来 佛法是一种生活 所以 而且我是一个服务团队的人 几点几分 几点几分 我都在很默默地在关心 所以 因为这样我才可以永远 永远是一个 一个刚开始的修行人 我们叫不退初心 服务别人 我想各位 现在开始练习 不管你在家庭里面 你要服务整个家庭 你在公司 你要认为说 我现在要服务整个公司 服务公司不是做总经理 我帮你倒水 我帮你弄厕所门关了没有 卫生纸有没有 椅子走路有没有放好 离开了有没有关电灯 这就是我服务的 不争名利来去服务 那名利自然来 为什么 因为别人就会感恩你 你会有福报 但是你不会执着这个东西 好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 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为于云南省丽江地区的纳西族 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 东汉时期 极有关于纳西族的记载 云南省 为纳西族主要聚居地 纳西族占云南总人口的95.5% 主要集中地为云南丽江 御龙纳西族自治县 崇拜大自然万物的纳西文化中 将此地的御龙雪山 认为是保护神三朵的化身 是一座圣洁的神山 御龙雪山 是中国最南的雪山 白矮白雪 千年冰封 十三峰连绵 宛若一条御龙飞舞 起始非凡 因此得名 山市陡峻雄伟异常的雪山 现在修建了缆车 几分钟时间 海拔高度跋升1141公尺 随着高度升高 视野越来越开阔 两侧山岩 从长翠玉滴的绿色 渐渐变成灰黑岩石的地景 缆车在海拔 四千五百零六公尺的观景平台 停了下来 山上气象万千 坠满白雪的连绵风群 静在眼前 山岚鸟鸟蒸腾 缤纷的风马骑 在冷夜的风中飘扬 传递着神神不息的助导 玉龙雪山的荣雪 流进了两千四百公尺后 从石缝里全涌而出 养育了世世代代的那西人 涌泉源头 现在是流水潺潺的保护区 成为玉水寨 位于玉龙雪山山脚下 山水相依 风景修立 是那西人心目中风水圣洁的宝地 沉水源头设置了一座八米高的塑像 是那西族中 统霞大自然之神 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感恩自然等思想 玉水寨同时是那西族中部地区的东巴圣地 东巴文化是那西族的传统文化 因东巴教而得名 东巴教是那西族的一种原始多神教 信仰万物有灵 印经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伏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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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早上的课程当中 由于时间的关系 没有讲完 没有讲完所有要讲的内容 所以接下来呢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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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